为提供更多元的视听环境 台视团队积极耕耘口述影像作品 从2018年开始 连续三年都有口述影像版本的电视剧 今年推出《花甲男孩转大人口述影像版》大获好评 台视也会持续地邀请口述影像的专家协助 让节目从业人员了解如何做出优质的口述影像作品 你是不能够那样的 你会那样 光辉等花甲一眼 突然抬头看墙壁上的照片 有发现吗 演员对话中间的刘白多了旁白填补 因为这是口述影像版的《花甲男孩转大人》 为了提供多元电视环境 台视从2018年开始 陆续推出多部《口述影像版》作品 今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更是大受好评 里头担任口述者的藏镜人就是赵佑茨 台视也特别请他对节目从业人员进行教育训练 在《口述影像》节目的处理上面 我们比较在意就是如何运用 就是它原始里面的声音结构 那我们怎么穿插在中间 提到制作《花甲男孩转大人》 《口述影像版》的过程 赵佑茨说 一段花甲与阿伟匕首画脚的桥段 可是让制作团队伤透脑筋 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又能让视障者理解 就是演员他们做了什么精彩的动作 然后有什么很有趣的地方 透过口述影像帮助视障者 能感受到节目的画面与气氛 台视也会透过更多的口述影像作品 让影视表现有更多可能 记者陈卓宇 李和荣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